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上一期呢 讲到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10个迹象 那很多患有甲减的患者啊 会发现体重莫名的增加 减肥也是特别的困难 而且呢 整个人会非常的疲惫 提不起精神 甚至出现抑郁的症状 那么确诊甲减当然可以用药物来治疗 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觉得 这些症状呢 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但是是程度的问题 去医院检测呢 甲状腺水平没有不正常 但是是出于正常的低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吃药 又觉得好像不值得 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食物 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甲状腺水平 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呢 今天呢 来跟大家推荐四大类 能够帮助你提升甲状腺激素水平的食物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升头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也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甲状腺激素对于新陈代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减肥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整个新陈代谢是必须以一个非常合理的速度来运作的 不能太快 但当然也不能太慢 说到要怎么补充甲状腺激素 其实我们需要去来看一看啊 甲状腺激素究竟跟哪些营养素有关 因为我们的食物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给我们提供必须的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很多时候是非常微量的元素 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却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甲状腺来说呢 最重要的一些营养素包括 第一个就是点 你一定小的时候听过啊 反正我小的时候是听过 我们要吃加点盐 否则会出现所谓的大脖子病 那点和甲状腺是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这是因为甲状腺激素 也就是T3T4 它们的成分其实就是烙氨酸点化合物 也就是说这个激素本身 就是点和烙氨酸组合而成的 那如果说你缺点 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没有充足的点元素 那显然你就没办法合成甲状腺激素了 不过当然啊 点也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 那对于有些地方呢 是会直接鼓励大家去吃加点盐 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可能土壤当中 就是没有太多点元素的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因为土壤当中是富含点元素的 你可以从当地的水果蔬菜药当中 补充到足够的点 第二个跟甲状腺比较有关的矿物质 就是鑫 鑫元素能够帮助大脑当中的受体 感受到甲状腺激素的存在 假如说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甲状腺激素 但是我们的大脑的受体 没有感知到它的存在 可能我们就会不断的去生产更多的甲状腺激素 反过来可能我们甲状腺激素已经不够了 但是因为整个大脑受体失灵 我们缺少鑫元素 可能甲状腺就没有收到这个信号 我要产生更多的甲状腺激素 才能够满足需求 所以除了这个激素本身 受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受体主要的矿物质就是鑫 第三个元素呢就是锡元素 那我们刚刚说到过甲状腺激素包括T3、T4 其实T3和T4你可以简单理解成T3 就是我们平时在用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本身 T4呢是T3之前的一个所谓的前提 绝大多数的T4需要转化成T3 才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作用 那锡元素就是这个转化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需要足够的锡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化 才能够真正的去利用到这些甲状腺激素 那么说完了这三种特别至关重要的矿物质 我们究竟要通过哪些食物来进行补充呢 那四大类食物 第一大类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猜到啊 就是海藻类 所谓的海藻其实有很多名字 包括海苔 紫菜 海带 昆布 还有裙带菜 那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这样一大类的植物啊 生活在海洋 有一些海洋深处 有一些是近海 那它们是整个身体都能进行光合作用 生命力特别顽强 而且特别古老的一种植物 那海藻 大部分都是含有一定量的点元素的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含量多少的区别 比如说含点量最高的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海带 或者在日本叫做昆布 如果是西方呢 就叫做Kelp 这种海带啊 是一种褐藻 生长在海洋比较深的地方 那简单来讲 每一份海带啊 你就可以吸收到3000微克的点 这是非常高的含量了 相比来讲 包括裙带菜 包括我们平时吃到 比如说寿司外面的紫菜 点的含量呢 就会相对少一些 每克紫菜 差不多有14到40微克的点 但是应该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藻类植物 不管是海藻 海带 海苔 还是紫菜 其实都能够为我们补充适量的点 而且这种植物本身还富含 其他非常多的健康益处啊 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多吃的 第二大类食物呢 就是坚果 坚果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 营养密度相对比较高的食物 类别之一了 很多人把坚果叫做营养炸弹 主要的原因是 它可能小小的一颗啊 其中富含的营养素 尤其是一些微量矿物质 真的非常多 那在甲状腺激素这个层级呢 坚果能够帮助我们补充的 主要是锡元素 含有锡元素最高最高的坚果 必须要说的就是巴锡坚果 巴锡坚果的锡元素高到什么程度 每100克有1917微克的锡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跟它相对应的 比如说碧根果啊 每100克只有12微克的锡 腰果每100克当中有34微克的锡 12和1917这样的一个量级的对比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 去多吃巴锡坚果 为什么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锡元素你也不能吃的太多 每日推荐的锡元素补充量 只有60微克 那如果超过40微克的话 就有可能会出现锡元素中毒的情况 比如说会呕吐会腹痛 甚至是出现呼吸紊乱 甚至是呼吸衰竭 所以正常来讲 巴锡坚果啊 你吃上两颗 你这一天的锡元素就已经补足了 但是在吃坚果的时候 很多人会无意识的多吃 有多少人会觉得 每天吃两颗巴锡坚果 就可以停下来了呢 所以在更实际的操作层面 或者说在更安全的层面 我反而会去吃的就是碧根果 或者是腰果 虽然它每100克只有30几微克的锡 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够了 而且我还可以吃到 其他的一些矿物质 其他的一些营养素 而且这100克腰果吃下来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食物的享受 那第三大类食物就是肉类 肉类也是营养炸弹 营养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对于甲状腺激素来讲 特别推荐大家去吃的 首先呢就是牛肉 因为牛肉同时含有新元素 锡元素 还有就是烙氨酸 烙氨酸我们刚刚讲到过 烙氨酸点化合物 因为烙氨酸是除了点以外 合成甲状腺激素 也是必须的氨基酸 但是因为人体 其实是可以自己合成烙氨酸的 所以它并不算作是 我们每天必须要补充的一种 必须的氨基酸 那就更不用说牛肉还富含 其他的非常丰富的营养啊 脂肪蛋白质 各式各样其他的氨基酸 对于人体来讲 也是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食物 最后要讲到的 就是第四大类 鱼类或者说海鲜类 海鲜类其实是富含非常多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 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这些矿物质 包括点 包括鲜 也包括锡 在很多海鲜当中都能够找到 但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就是含量相对比较高 或者说呢 含量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些食物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巴西坚果 就是锡的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反而会让人有这种中毒的风险 在海鲜当中 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血鱼 雪鱼呢 每4盎司是含有132微克的点 0.44毫克的锡 锡的含量也是还不错的 生蚝每3.5盎司呢 是含有160微克的点 15毫克的锡 锡的含量就是非常不错了 那锡的含量跟 雪鱼相比较相对的低一点点啊 但是其实都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 包括虾 我们平时吃到的大虾 每4盎司也有46微克的点 1.85毫克的锡 40到65微克的锡 也是含量相对比较平衡的一种食物 第四个就是吞拿鱼 吞拿鱼里面是有比较多 我们刚刚讲到的烙氨酸 也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 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氨基酸 每4盎司呢 是有1.07克的烙氨酸 那吞拿鱼当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营养 值得我们去吃 最后一个就是沙丁鱼 沙丁鱼是我们频道当中 尤其是食物推荐当中 特别特别经常提到的一种鱼类 那我们说到的更多的 其实是沙丁鱼富含的 Omega 3脂肪酸DHA 对于我们的身体 对于我们大脑都至关重要 那么在这儿 其实还有这样一个拐弯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 Omega 3脂肪酸 我们可以减少炎症 减少炎症对于身体来讲 其实是能够帮助你 恢复甲状腺功能的正常 尤其是如果你出现了一些 自体免疫性疾病 某一些自体免疫性疾病 是会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的 那如果你补充了 足够的Omega 3脂肪酸 你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得到了缓解 甲状腺功能也就正常了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虽然说要强调 今天的这四大类食物 富含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对于甲状腺激素的补充 是非常重要 但是其实你去看很多 我们做到的其他食物 推荐的视频 这四大类食物是经常上榜的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真的非常健康 对于身体整体的健康 它们就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不管是因为什么 你都应该去尽量的 把这四大类食物 加到你的日常饮食当中 好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的话 可以点开下面的描述栏 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